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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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,好大的船呀 今天来逛青园山防空洞 我爸说70年代的时候 来青园山有参观过防空洞 最近听说被开发成景点 刚好今天不用上班 带我一起过来逛一下 这边现在是人房主题的 科普教育景点 这来面看得到再参观了 原本是青菜摇一栋米 但是后面没有开发成景点 30个来 改造 这里面还挺冷 进去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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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 玩不玩 最早的防空洞 最早的防空洞 就是挖成这样 哇,好多鱼呀 织布机 这个是做茶的 草茶 摇茶清工具 这个石桥是绑洛阳桥 这是一些船毛 这是一些船毛 最早挖成防空洞 就是在这种山体的原石群里面 用炸药硬炸出了一个洞 这种山洞冬暖夏凉 防空洞 防空洞里面有一些武器 站好 你看这边有大炮 凤凤凤凤凱 stuck 穿凤凤凤凤凤 急关枪 这是机关枪呀 柜子里存放的 上个世紀的 战乱年代用的一些武器 整個坑道總長有1公里 哇 航空母艦 這是種水稻 小麥 小麥 高射炮 大概走個四五十米 側邊就會有一個洞 弄成不同主題的展館 一路上這燈光也有很多變化 兩側配套的遊戲項目很多 適合帶小孩子來玩 或者是小情侶的夜會 你看這邊也有兩個假人在挖 挖防空洞 用炸藥炸了好多石頭下來 一車一車拉出去 哇 這樣花好多人哦 拖拉機 以前就是靠這種拖拉機把石頭印送出去 阿寶你看 哇 上面有個海底隧道 好酷哦 好多金鲜鱼 哇大鲨鱼 票价50块钱 能玩两三个小时也不算贵 就是一直有个问题 这个防空洞据说是1977年挖的 但那个时候国内也没有打仗 那到底是挖这个来干嘛呢 有知道答案的朋友 麻烦在评论区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